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na合作了一款智能垃圾车 现在的生活当中垃圾分类是大家为了保护地球而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在这件事上也是小学要去付出行动和时间的 这款智能的垃圾车用非常高超的驾驶能力 这款车在车身安装了比较多的定位以及监控系统 不同于其他车的驾驶方式情况 它在使用自动模式试车试道之行驶的 这样与众不同的开车的状态是最能让人的区分模式 从而选择道路保证安全 由于这款车的定位和检测系统的全面完成 就让一些突然闯入的一些障碍物 能及时的反馈 做出一些应对措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伤亡 但是这款车有一个比较大的缺陷 就是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 是谁需要驾驶员先经过一遍所有的路程 也就是为了方便车辆的最终定位 虽然说第一遍需要有人驾驶 但是可以对这一项工作有更好的胜任能力 为了符合环保这一标准 这辆车的动力系统也是用非常环保的方式 不用担心使用它而排放一些污染环境的东西 也在最大程度上完成了环保找一个最终任务 机器的使用相对于人工而言有更少的成本 没有人工作产生的一些出入问题 就是因为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 而更加受到人们的欢迎 而这一款高科技无人驾驶的出现之后 骗党委不会抢了环卫工人的工作吗 但其实本来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而发明的 这一款车的推出也受到了喜爱 但是目前这一款车还是一个试验点 需要再经过考验和最终的完善才能上市 大家还是期待一下吧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